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23号在基辅地铁见媒体 当大部分记者都在关心 乌尔和谈进展时 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记者 问了不一样的问题 泽伦斯基反江一军 这番回应在网络疯传 认为是打脸中国记者 没想到中国记者只听自己想听的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以泽伦斯基感谢俄国为标题 其他媒体甚至评论 泽伦斯基是告诉全世界 除了俄罗斯之外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自己的 态度极其嚣张 舆论上站队俄罗斯 这对宣称在乌俄战争 保持中立的中国 显然内外有别 俄罗斯战争它涉及了几个 比较大的一个主体 一个包含俄罗斯 一个包含北约 一个包含欧盟 一个包含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克兰 那这里面其实 偷有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其实都是站在 国家利益的这边 近年来中俄关系密切 经济结构互补 抗美立场一致 成为不是盟友 甚至盟友 但中国始终不愿意 公开支持俄罗斯 就怕付出被民主国家 夹杀的重大代价 我们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知 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表面主张 应该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一直态度暧昧 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阐明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的中立立场 一方面说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批评西方国家支援武器 是火上浇油 强调中国愿意为和平 解决乌克兰危机 展开必要误旋 企图在国际社会营造 不选边站的影响 积极的作为方面的话 他可能就分为两大主轴 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特别去针对美国制裁俄罗斯的 这一个部分 去强调他不赞同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第二个部分 他会一直强调要以和平为目的 来解决俄乌冲突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还没有进去 是说这个协调者 对 所以他也都是指于 就是官方的说说 中国的中立表现 越来越受质疑 对内在官方媒体上 封杀所有不利俄国的评论 帮俄罗斯插之抹粉 但对外既不想和西方交恶 又想成为协助乌克兰重建的角色 中国的中立 看起来只是在帮自己留后路 金新闻黄亭甘韩人采访报道